他已經腦萎縮了 不會走路了 所以來頭看看 因為他下個月可能要開刀 所以必須要你走 你來這邊等媽祖多久 半小時 媽祖真的過來家吃 那你的心情怎麼樣 非常感謝 他頭受傷三年了 去年沒來 前年有來 他受傷來 我們都來這邊等媽祖 他是哪裡受傷 後腦勺 那所以他有去住過院 他已經腦萎縮了 不會走路了 所以來頭看看 因為他下個月可能要開刀 必須要你走 你來這邊等媽祖多久 半小時 媽祖真的過來家吃 那你的心情怎麼樣 非常感謝 他也追了媽祖大概近十年 然後他跟我說原本要去 結果他隔天的媽祖起駕的時候 15號 6點起駕的時候才要去 他就跟我說 他在凌晨3、4點的時候 就夢到媽祖 向他 在夢境展現出一對母子的畫面 一樣先去參拜之後 他再看到他的員工跟他分享了 媽祖有向社頭 這個一地帶起伏等人的影片 他才發現原來這就是他要找的母子 然後他才透過 因為社頭的巨二部 我是創社長的關係 來向我聯繫說 他想要找一位鄉民 抽籤說 是不是這對母子 白沙頭媽祖說是 他還抽籤了 是不是要找這位鄉民代表 來幫他訓人 白沙頭媽祖也說是 這個機會之下他才找到我 所以 他想要透過媽祖托夢的這個神機 想要給予協助這位母子 不管他們有什麼樣的困境 或者是需要幫忙 他都願意 那三個孩子分別是幾歲 一個今年10歲 然後一個今年6歲 弟弟小兒子的話 今年就4歲 三個兒子 他最主要是怎麼樣 他是 頭部有怎麼樣的問題嗎 滿7個月的時候意外受傷 然後還 也不知道什麼 就以研誤 研誤授架 研誤救生 然後他後來變成 他有昏迷過 然後後來有搶救回來 因為他現在是 骨盆下坡就 對要看到 他腦伤也零三年了 那天剛好媽祖有過來給小朋友加持的時候 妳的心情怎麼樣 嚇到我腦袋 又有緣啦 對啊 也剛好幫他一直求到我媽祖 然後接下來現在又有託夢 這樣子要尋找妳的母子 妳覺得這是一種神機嗎 但是我算有緣吧 我也沒有想過 把媽祖很照顧我的小孩這樣子 媽祖可能託夢個這個 老闆之類的 有沒有希望說妳需要什麼樣子的幫助 如果他能幫我們一些就幫一些 對啊 哪方面的幫哪些 醫療也好或是 祈求孩子平安也好 我孩子平安就好了 SENSE MU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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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